大家好,我是靈心仔積塵 好高興見到大家 今天這一集就會是一個教學片 大家都知道文石的閱讀器 其實經常都有很多的網友會跟我說 它有很多功能,好像很棒,硬件又強 但是我很難入手 所以其實我醞釀了都很一陣子 我就很想拍一套片教一些新入手 文石閱讀器的用家 其實不論是新手或者是老手 可能當中都可以幫到你有些內容 就是由第一次開機去到使用之前 其實有些甚麼他們應該知道的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我就問店家借了這一部Nova Air 它是一部展示機來的 我就將它恢復了原廠設置 就無疑是新機到手的狀況 但是因為它的固件還是上一個版本的3.2.4 裡面有些功能可能跟最新的3.3點不同 所以我就會在當中的位置 我會夾雜我現在砂頭上用的這部Nova Air C 已經更新到最新的3.3點 希望可以給大家有一個清晰的認知 入手部機之後,你要怎樣設置 才可以讓它成為你最得心應手的幫手呢? 希望這段片都能夠幫到大家 好了,事不宜遲了,去片 好,現在大家眼前就會見到一部Nova Air 這部是黑白板來的 首先開機先吧 一開機去這裏,已經開了一個暖色燈了 一開始會有些基本設置的 你按按指印去,其實問題不大了 一開始就是選語言 在這裏總共有25種語言可以選擇 有三版,我們是香港,選中文繁體 接著這裏有個私隱政客,同意 接著設定時間,都是按原定的 就著電源管理這裏,待會設置片都會講到 可以暫時不用理著 接著這裏是問你系統欄的展開方式 傳統和左右分區,我先轉了這個 待會去到設置那裏,我會再跟大家講解 兩者的分別 接著這個是手勢操作的部份 都暫且我們不理會,繼續去先 Nova Air本身是有輸捨功能的 所以它可以讓你去設定這個觸控設置 用左手還是右手,還是暫時不理會 我本身是右手用筆,在這裏選擇右手模式 接著它會叫你進行一個校正 方便利用這支筆在這部機器那裏輸捨時 它能夠準確辨認到位置和操作 在四隻角的十字裏點一點,然後就正中央 好,那就完成校正了 剛才的基本設置完成之後 我們便會進入了這部機器的版面 一開始我們應該做些甚麼呢 大家可以一開始想到別想 先去到最底設置的這個部份 接著在這裏,固件更新 好,按下先設定Wi-Fi 好,根據你買的那部機器的時間和出廠的狀況 它的版本其實都可能會有些不同 這一部Novo Air就是3.2.2,已經是舊版了 因為現在最新的版本其實是3.3 有些未是最新的型號 可能就上等更新3.3,可能是3.2.4而已 別管了,總之這裏說有更新的 先更新到最新,好,需要些時間的 我們在這裏飛一飛 已經更新了,這一部Novo Air 暫時去這裏最新的3.2.4這個故件 好了,更新完之後,我們有些甚麼要做呢 首先為了便於你去操作這一部閱讀器 所以鼓勵你們去開啟這個手提設置 按進去,其實它就是將下方分成左、中、右三個位置 開啟了之後,可以是由下向上數的時候 就可以啟動指定的三個項目 原定這裏,左邊是多任務切換 中間是返回主頁 最右邊是上一頁,一個返回鍵 例如現在我這個狀態,我由這裏中間向上數 就會去到主頁,主頁設定了舒服這個位置 另外除了底部的手勢操作之外 它其實還支援左邊和右邊 可以都有這一個設定 例如我現在開啟了之後 左邊是設定音量,右邊是設定暖光 例如我現在剛剛關了暖光 我現在這裏可以這樣快速透過左和右去開啟 它可以設定不同的功能 可以按你的需要去選選 最方便到你去用這部閱讀器的那個項目 底部的手勢操作也是 它本身支援是有不同的設置的 最新的3.3版本,在手勢操作方面多了一件事 就叫做虛擬案件 開啟了這個虛擬案件之後 它就會在你那部機的最底部 這樣就會多了五個的案件 橫的三角形就是上一頁 圓形就是返回主頁 正方形就是多任務切換 三橫加三點,這裏就是E-Ink中心 而這兩個好似太極互相追逐的箭嘴 就是刷新屏幕 它將這五個最常用的功能 就會切響最底部 開啟了虛擬案件 就沒有手勢操作的 只能夠二選一 我自己覺得最初手來說 這個虛擬案件是實用的 我也鼓勵大家一開始 你初入手機的時候不妨開啟 如果你是用最新的3.3 而3.2.4就沒有的 只能夠手勢操作 手勢操作都方便 不過只有三個操作 我自己覺得不夠用 所以為何我會推薦這個虛擬案件 都給大家這裏了解過情況 舊版的手勢操作 現在最新3.3這個虛擬案件新增的 按你的需要可以去處理 好了,第二點跟著就是很關鍵 就是這個電源管理的部份 按進去,有幾個操作 是必須每一個用家都要調整的 第一個就是自動優免 大家都知道其實E-Ink的特性 就是你不去做任何操作 翻頁轉動的時候 其實它是不耗電的 即是說其實本身 用電子密水瓶的裝置 它是不需要有關機的算法 因為其實它開著 只要你沒有開燈,你不動它 它是不會耗電的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其實我們就要設定到 不要讓它經常會進行一個關機的操作 因為開機那下反而是更耗電 所以這個位置會建議大家 自動優免,切成永筆 關機延遲,亦都切成永筆 甚麼是關機延遲呢? 其實就是你按一個power鍵 這個就是一個優免狀態 它是未關機的 你開一次power鍵,它便會開機 而進入了這個優免狀態之後 關機延遲就是說 躍乾分鐘之後,它會關機 下一次開機的時候 你就要長按這個power鍵 然後等二三十秒的時間 讓它再開機 這個過程其實反而更耗電 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 這兩個選項都可以設成永筆 好,然後第三項這裡說 當一進入優免狀態的時候 Wi-Fi、藍牙、音樂的播放就會立即剪掉 如果這個操作你覺得是會讓你不方便 例如你想是熄螢幕,接著可能播音歌的 你按了這個,是即刻的話,便會停了 所以我都建議,可能你一切成永筆 或者可能切成五分鐘十分鐘,便會合理一些 就著電源管理的部分 這三項是最重要的 設置了之後,你用下去會發現會順受了 好,接著第三項,你在用這部機之前 你需要去決定的,就是這裏 伺服器 你進入去這裏,你會見到服務器 其實就是在說你使用這部機的時候 會有網絡服務 是經過文石設置在哪個國家的伺服器 去做連接 這裏其實有四個選項 US是美國,CN是中國 EUR即是歐洲 VN即是越南 只有既在國內有售,而海外亦有售的型號 才會齊齊四個 如果是一些國內限定的型號 它就只有是中國的選項 好了,而是指的限於海外所售的型號 就沒有了中國服務器的選項 好了,服務器的選擇其實有些甚麼影響呢 其實它就會影響到對應的那個輸成 如果你現在選了中國服務器的話 你又有開啟輸成的話 你按入去輸成的部分 你便會見到有一個是中文的輸成 這一個就是和文石合作的京東輸成 如果你是之後採用最新版 去到是3.3的閱讀器的話 它中文輸成除了京東之外 還加了德度和文石深度合作 好了,假設如果你按另外三個海外的 舉個例子,現在我轉成美國 好,它會要你再按多次確定那個隱私政策 然後你再按輸成 你就會見到剛才的京東輸成就消失了 會變成一個全部變成英文資源的輸成 這裏這個輸成基本上就是文石 它在網絡上收集了一堆 叫做已經開放了版權的一些資源 例如你見到有些名著的 沙士比亞的劇作,你見到是沙士比亞全集在這裏 是有齊了的 你見到這裏,羅馬歐語朱麗葉 仲夏夜之夢,哈姆雷達 這些是沙士比亞的經典名著 是全集是有的 你可以直接在這裏 可以下載英文著作 到你的書庫裏面 但是剛才所說的京東或者稍後 你新版本的那個德度那些 在非中國的服務器就會沒有了 如果你發現中文英文都好 其實書庫我都用不著 你就可以在系統顯示 跟著最低這裏,啟用書庫這個項目是關掉 這裏講得明白 這個書庫你用不用都好 你是不能卸載,即是uninstall了它 它依然這個標誌會出來 你關掉之後,再按進去 你便會發現,沒有了,關閉了 好,所以服務器的選項 坦白說,如果你沒有資安的憂慮 不想選中國的話 你代價就是選其他三項的話 就沒有了中文書成 但如果你平時本身都用不著的話 沒問題的 我本身都是識了它自己 我都沒有用它們的書成服務的 這個可開可不開 其實就無雙大雅 看你自己的選擇 好,跟著下一項你應該要了解的 就是這個語言與輸入法的這個選項 裏面有幾樣的設置是需要你去知道 亦都關你的事的 第一就是你所採用的輸入法 輸入法它原設就會是用它的文石輸入法 這個輸入法老實說不是用倉規速成那些 但它裏面有一個是手寫辨識的功能 配置筆去用其實也有幾方便的 如果你說暫時現階段常用開的輸入法 等之後做了Google認證 有Google Play之後 你可以直接下載去用 但未有之前可能你就可以考慮先用 另外一個是需要和大家特別說說的就是這裏 文字轉語音輸出,即是TTS的部分 按進去,文石是內置有有聲書功能的 只要你將檔案全輸入到部機裏面 不論是EPUB,還是一些以掃明的PDF也好 甚至是Word檔 它能夠偵測到入面的文字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一按就可以有有聲書的了 有聲書它就會是用Google引擎的 語言的部分,我們就可以選擇黃東話 即是這裏,粵語香港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如果你想採用文石內置的New Reader 去開啟電子書檔 想用它的有聲書功能,就會是粵語發出的 之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部分就著書入法和TTS的設定 設定好之後,會方便到你之後去使用的 好,接著有一項,我覺得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但是經常有很多網友問我的 就是當部機一路用下去,出現一些問題 它想恢復原廠設置的時候 它發現它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位置 其實就是去到這個設置的版面 這裏,你見到有個安卓機器人 是Android 10系統,這個公仔 按進去,之後就會出了關於設備的這個版面 去到最底這裏,接著就可以清除所有資料 好,接著還有兩項,講完設置的部分 就可以暫顧一段落了 首先就是這裏有個用戶手冊 它裏面其實有一本很完整的說明書 當然我知道很多的網友 你拿到三次裝置之後 其實真的會咪說明書的人應該是非常非常少 其實文石它每個型號都有一本 都很詳細的說明書 你想有心想去驗讀一下的話 就按下去,它就會幫你下載的 好,下載完了,一按下去 它就會用它內置的New Reader去開啟 你見到這裏就有一本說明書 181頁,相當厚的一本說明書 由於它已經選擇了是海外的服務器 所以它的說明書在這裏,你見到是英文版的 好,所以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一些很有心研讀用戶手冊的 它內置已經有了 每一部機都有,你可以自己下載去看 跟著最後一項,在設置篇這裏要說的 就是訊息反規這裏 其實你用一部閱讀器 或者所有的電子產品都好 總有機會出現可能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小問題 或者Bus,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這個訊息反規的部份 這裏本身是有些常用的問題 它是可以讓你去自行搜尋一下 會不會有利益可以自行去解決 好了,如果是沒有 我有些針對的特別的問題 是想和文石官方說的 你可以按這個加好 跟著你就可以將你的問題打出 如果可以capital的話 可以在這裏添加附件,今天發送 文石那裏大部分時間都回應得幾爽快的 你是可以在這裏向文石官方去反映你所遇到的問題 希望可以獲得一個事後的回覆 所以都可以知道一下這個訊息反規的難目 好,跟著剛才開機設置時會問你 系統欄究竟選擇傳統式還是新的左右分區 這裏要講解一下 這其實不是最新3.3的文石閱讀器 才會有這兩個選項的 因為如果是用最新版3.3已經轉了一個新的版面 傳統式的話,其實就是在講 你由上方向下數 就會見到一半的內容就是那個系統欄 跟著如果你本身這部機有些通知 就會在這個系統欄的部分下面一路接觸 一項、兩項、三項、四項這樣去 那就會黏在一起的 如果你本身那部機當刻有很多的通知的話 就會長到可能整個版面都是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是有點煩 或者是會阻礙你去使用這部機的時候 新的部分,它就將這部機的上方 分成左邊和右邊 右邊向下數,就會出現這個系統欄 數左邊的話,就會去通知欄 由於現在這裏剛剛新開的部機沒有通知 你會見到左邊的數就不會出現這個系統欄 右邊試會,所以這個所謂的左右分區 好,如果是已經更新到3.3 現在大家眼前見到這部就是我自己的Nova SC 右邊向下數,就會出現了一個控制中心 以及調校光的這個前光欄 左邊就照舊就是這個通知欄 現在都是左右分區 不過這個介面就變成這個是最新版本才有的 所以這裏的分別給大家有個概念 最新版裏面已經沒有了傳統的版面 即是兩樣東西黏在一起 這個是3.2.4,這個是3.3 那個系統欄的版面給大家有一個並字了解 不知大家看完這一集設置篇之後 覺得幫不幫到手呢 我希望這一系列的片能夠幫到 可能新手,還是可能已經用了紋石有一期的用戶都好 都能夠給到你們是有一些訊息 可以讓到你們是更加清楚這部機如何用 這個是第一集而已 跟著就會就著應用、閱讀都會有講解的 就製作中 請大家繼續等待 希望下星期可以面世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段片能夠幫到你的話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因為這是對我一個最大的支持 亦如果你喜歡這一類E-ink閱讀器 開箱、評測、教學的話 成員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次能夠見到你 好,今天這段片大約就到這裏了 感謝你的觀看,下次見,拜拜